女人到了中年心已经沉淀安静了下来 有着强大的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 知道不该贪恋三种感情 不可以见三种人 也不要聚三样会 做到拒绝这些日子会更安定幸福 先说说中年女人的三不贪 第一不贪恋虚伪之情 虚伪往往会让人不真实 人到中年活得那么虚假 没必要 第二不贪欲望之情 欲望永远是填不满的沟壑 能拖垮一个中年女人 而到了这半年纪 应该懂得知足常乐 第三不贪家外之情 家外的感情有同事情朋友情 还有恋人情 前两者有就有之 没有不需强求 中年人还指望多少友情来充实自己呢 家里的油烟酱醋 上有老下有小 还没累着自己呢 哪有时间维护友情 恋人之情更加不能贪恋 再说说中年女人 三不贱 三不贱也并非不贱 其实是强调不要单独贱 或者不要贱得太频繁 第一不贱的人 那种整天灌输负能量的人 有些人眼里 天底下只有自己最好 公务婆婆不好 轴里不好 大姑子小姑子也不好 兄弟姐妹不好 邻居不好 同事也不好 跟这种人在一起 每天听到的都是抱怨 这就是负能量 不知不觉中 自己也会觉得他们说的人不好 人的意识会被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二不见的人 道德品质不好的人 懂得人以类聚 不必攀高枝 但也不能跟品德有问题的人在一起 因为他们会带你进入品德坏的圈子 久而久之会被影响 第三不见的人 是那些昔日不和的人 不用做什么化解恩怨 重修旧好的事情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一旦有了微妙的变化 那就不要上赶着 去恢复原来的好 过日子本来就是各过各的 谁离了谁都能过得好 别去纠结太多 做好自己就行 最后说说中年女人的三不会 第一啊 曾经的恋人不能聚会 都中年了 人生已过大半辈子 有些事有些人早来放下了 此时不放下 说明心智还没成熟 因此第一不会的 就是昔日恋人 第二呢 是富婆美女聚会 这样的聚会啊 十年平日都不联系 只有过年过节才凑到一起的聚会 倒不存在同学聚会 拆散一对是一对这样的问题 毕竟中年女人已经很理性了 但是总不联系的一群人 实际上已经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没有必要再聚会了 人到中年心智越来越成熟 对一些人情事故看得很透彻 能分清什么是真情 什么是假意 有些情不必留恋 有些人不必赛见 有些聚会 也没必要再去参加了 感谢观看